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转时 大家好我是导师一模 今天的话我们来说一下 塞拉斯如何兑现主流的有位移英雄 首先的话是我们的亚蜀 打亚蜀我的注意事实上 首先是打亚蜀一般要带电行加引人 就打那种 如果你带余阵 完全对他造成不了威胁的英雄 你就要带电行 但除非如果你完全没有想跟他打 或者那个英雄本身就不太强势 你也可以选择带余阵 这个首先是打亚蜀的话 首先第一点是要先带电行加引人 第二点就是W技能或者一技能CD的时候 站位尽量扣不要去跟亚蜀换血 因为你W技能和一技能CD的时候 亚蜀都可以用AQ去消耗你 而你只能用Q技能Q技能打他 但是你要知道你Q完之后你A不到他 因为亚蜀的Q是300还是350的一个上位范围 但你的平面的话肯定是没有那么远的 所以说你在没有W的时候 你只要补兵都有可能吃到 没有W或者没有E的时候 你只要补兵都会吃到亚蜀的Q技能 所以说我们在这两个技能CD的时候 要走位尽量靠后一点 然后第三点就是有机会杀亚蜀的时候 有机会杀亚蜀一定要记得提前骗出蜂墙 或者说前面没有骗出蜂墙 那亚蜀有蜂墙的时候我们怎么杀上呢 那就先用一段骗出亚蜀蜂墙之后 再去用一二段击杀 就是说击杀的时候 亚蜀不交蜂墙 我们就不交一二段 因为你的一二段抬手非常明显 是百分之百容易 是百分之百会被蜂墙挡掉的 所以我们往往都是先用一一段上去 给亚蜀一种我们要放一二段的一个形态 然后他把蜂墙放了之后 我们越过蜂墙再去交一二段运动他 这是他一个打亚蜀的一个注意事项 再来说一下打亚蜀的主要思路 首先是6G之前先用Q技能破盾 耗血破盾 然后亚蜀如果主动一上来 那么那就用AEA重置普攻 去反打 但不要主动一二段主动上去找亚蜀 意思就是 如果你 直接E上去跟亚蜀打 你换血是不会赚的 因为亚蜀会利用他的征服者配合上Q技能 一直追着你打 然后等你想要逃跑的时候 又会一小兵继续追着你打 因为赛拉斯的爆发一套 前期的一套爆发是秒不掉亚蜀的 你只要秒不掉 那亚蜀就会有可能就会一直追着你 跟着你强A 但你肯定A不过他 但不要用一二段主动上去找亚蜀的 而是留着亚蜀 等亚蜀 二段突进的时候 再用一二段配合反打 AEA重置普攻之后 等亚蜀一上来 我们再去交一二段 如果亚蜀不一上来 我们就不要一过去跟他打 然后在配合上达不进去反打 好吧 我还是打这种有位移的英雄 我一般都推荐 赛拉斯是以打反手为主的 懂吧 我们赛拉斯打这种有位移的英雄 都不能主动的先手 因为你只要主动的先手 那就 因为他有位移 很容易用他的位移 把你的一技能躲掉 一旦躲掉 你就会无限的被陷入一个被反打的时间 或者说在你一技能cd的时候 都是要被挨打的 好 然后再说六级之后 刚才说的是六级之前 我们现在说一下六级之后 六级之后的话 基本上是亚蜀推一波 我们推一波互相发育就行了 六级之后 基本上是赛拉斯杀不了亚蜀 亚蜀也杀不了赛拉斯 但对拼的话又不好对拼 就他也不好跟我们对拼 我们也不好跟他对拼 他跟我们对拼的话 就比较害怕我们一个比较高的爆发 我们跟他对拼的话 就是爆发虽然高 但是杀不死他 就爆发高 一套打他身上非常很痛 但是杀不掉他 而且容易被亚蜀嗅起来 而且亚蜀的配合打野能力 是比我们要强的 就相对于赛拉斯来说 就是我们赛拉斯对于亚蜀 我们想配合队友 就必须要一二段打到 但是亚蜀有风墙 有意义都可以赌 但是亚蜀想配合队友 他只需要EQ 把我们EQ把我们这个搅起来 然后接上一个R技能 我们双方都是近战的 很容易吃到他的EQ的一个龙卷风 对吧 这是一个6G之前和6G之后不同的应对 然后下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赛拉斯打亚蜀的一个素坦 首先是开局 开局的话 同样也是要记得 把这个在蓝色方式 同样也记得把这个一眼做好 1分20秒 把眼做好 然后一级的话 一般推荐大家去学Q技能 虽然你带着电型 但你一级也可以学Q技能 因为你一级学E技能CD太长了 你在E技能CD的期间 都有可能会被亚蜀消耗的很惨 所以说不如学一个短CD的Q技能 所以说我们教的东西都是比较灵活的 没有特别石板的东西 即使你带的是电型套 一级也可以学Q 然后同样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打不过压锁 前面的话是打不过压锁 那么可能自然会采用 空线的打法 好吧 就是打这种有位移的英雄 有两个总体要点 第一点就是以空线发育为主 第二点就是 第二点就是用Q技能主动耗学 W1技能被动反打 好吧 记住这几个技能的用法 在对线有位移性用手 首先第一点是空线发育 第二是你的主动消耗技能 只有Q技能 W技能和E技能 都是你等他位移上来之后 用来反打的技能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打压锁的一个素材 所以一级学Q躲到后面 等近战小兵残血的时候 我们用Q技能去把这个兵补掉 也不要上去 因为你一级学Q话 你上去用平位补兵 那压锁也可能用Q技能去消耗你 然后兵补完之后 一样也躲在后面 我们刚才说了 6技能打压锁的主要思路 就是先第一点就是什么Q耗血破盾 然后等亚鼠主动上来的时候 我们再用AEA反打 你看我们前面做的事情都是安稳发育 找机会Q兵的时候Q人 不会说什么主动的上去找亚鼠对拼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塞巴斯的强势是三级之后 这里我们没有到三级的话 我们仅仅会这个 就是说跟他用Q技能消耗 那这里为什么上去呢 这里是因为首先第一点是我先到了二级 因为我们说到二的时间是 第二个兵的第一波小 第二波兵的第一个小兵 竟然小兵死亡 第二是因为亚锁 刚才被我们的打野打了一套 他的血量比我低 所以这里我想上去主动跟他换一波小 而且这波对面的小兵比较少 所以这波是主动一上去是这个原因 我们只说了主要的思路 但具体的情况是可以根据 就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变化我们的一个打法 虽然确实是要空间发育 但这波有机会你为什么不上去 对不对 就比如说我说了空间发育 有很多人会觉得 老师说了 塞拉斯打亚鼠 得空间发育 只能用Q技能远远的去消耗 亚锁的盾和亚锁的血量 不能一进的一个人 流来反打 然后你看就这种情况 他就不会上 因为这里亚锁才一级 我们两级了 我们就应该上 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变动了 那只不过这里亚锁因为带的是一个迅接步伐 跑得太快了 一技能没有命中 那么这里的话 一技能没有命中的时间 赶快后退 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打这把的时候 80的平非常非常高 如果刚才不是80的平 我感应就中了 一技能就中了 这里也去直接打一下 我们就立马过去支援 这也是我们说的 中单这个位置 他要求的就是兑现的兑现的安稳发育 然后找到机会快速的一个支援 中路的支援速度一定要放得非常非常快 玩中单的支援速度是你的一个一大基本功 好吧 不要老是玩中单就只想着兑现 如果你只想着兑现 那可以去玩上单 上单是一个只兑现的位置 中单的话是必须要支援和游走的一个位置 这里也是一样 如果这里 你想想当时我们以前给大家放过一个素材什么 就也大概也是这个角度 但对面是歇轨 是不是 我应对歇轨那一把 我就直接一上去跟他打 但这里是亚索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并没有直接 这个上去跟他打 对吧 并没有直接跟打 而是先把这个兵补到 先把这个炮子兵补到 然后等亚索站位失误了之后 因为上次是什么 上次是歇轨是蓝色房 我赛拉斯是红色房 然后这个站位我上去跟他打了 但现在是什么 亚索它是个红色房 结果它站在我的兵线里面 那我这样我才会主动一上去跟他打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样说的下套 什么叫下套 因为这个炮子兵补完之后 我就会到他三级 然后现在亚索差两级 虽然他补完这个炮子兵也到三了 也到三了 但是我们想 卡一波敌方学技能的一个 因为每个人点进的 有可能有的人点进的 点的比较慢 我跟亚索虽然同时到了三 但是我是有预谋的到三 他有个是一个没有预谋的到三 然后他的封墙就点的比较慢 我想卡一波他封墙点 封墙点盘的一个时间点 直接一上去把他打一套 就比如说这里 就是我们说的 如果你想杀亚索 或者说想跟亚索换取 尽量说 毕竟在自己这边的时候 你再去找亚索换取 并且要等他先交封墙 你再去叫一技能 你看这里亚索就是预判 我会叫一二段 但其实我并没有交 我把封墙骗出来之后 然后预判了他的一个 预判了他一个 这个叫啥来着 预判他一个一技能的一个方向 直接一到他 你看这里 就这样 这个Q技能打空了 是因为距离比较近 而且我刚才一二段起来的时候 好像是没有有Q 距离比较近 没有接上Q技能 太近了 因为他刚好 一到我的 他一到我的一二段上面去了 就太近 没有打出Q技能 但虽然没有打出Q技能 但后面的伤害得打掉 看到没有 这是我说的 塞亚斯跟亚索对拼 其实不算太赚 你表面上一套打得很痛 但是很难把亚索杀死 而且这还是要求比较高 什么要求比较高呢 就是你一二段 能异到亚索的情况下 但正常情况下来说 你是很难异到亚索的 正常情况下来说 你这个塞亚斯的一二段 很难异到亚索 异到了亚索 换血还是赚 因为我们说 塞亚斯跟亚索无论打 打任何人 你只要技能全部命中换血 那肯定是赚的 但是能不能杀进另外一个人 你打一些普通的法师脆皮 你把他血量耗低了之后 可以找就会杀他 但你打亚索 就很难找到就会杀他 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没有一的时候 你就稍微往后退一点 当然重点是 我们之前说的两个主体 总体要点 就第一得控线发育 打任何有位移的影响 你都不能压线 因为你压线 把兵线压在塔下 他一边有位移 又一边又在塔下 你根本就一点进攻的机会都没有 你控线 还有可能队友会帮你 或者说控线的时候 这个能更好的找到机会 然后安稳补塔刀 打亚索的话就不要着急 任何英雄打亚索 都一定要记得不要着急 打亚索越急越难打 打亚索就是慢慢的 不停的去跟他磨 虽然亚索也是一个 消耗能力非常强的英雄 但你打亚索就是不能急 因为无论是他的一技能也好 还是他的一个封墙也好 都是非常容易堵掉其他中单的一个技能的 你打你技能放了越击就越容易越容易被他堵 然后这的话我是重新 没有重进游戏 把顶着80的平跟这个 跟着亚索玩的 第二波上线 也是一样 上线之后也是一样 这个亚索退完一波现在不见了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塔刀吃完 补塔刀的时候 如果有些 比如说刚才像我那样 炮车兵如果会漏掉的情况下 你可以利用AEA重置普攻 或是用W的斩杀效果去把这些兵补掉 然后你可以看到 兵线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兵线进了他 回推的这一波 你会发现我也没有退兵线 因为我们说了打亚索就是空线 打亚索就是空线 你看这波兵线我有红buff 我都不退 我就把兵线空在这 因为只要空在这里 我才有胆量去找亚索打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打完一套 我就可以回来了 但如果压线压过去 我打完一套是回不来的 就我可以回来 但是会被人追着一直打 因为有兵线 所以说这里 我还是把兵线安稳的空在这里 根本就不动 然后就开始我们后面说的一个耗血了 5G左右 就是说6G前怎么打 首先思路是Q技能魔血 你看这里就用Q技能魔血 他这个人主动的1来上来 那就不用多说 我们说的是 主要是什么 Q技能耗血破盾 对不对 刚才说的6G前是第一点 第二点说的是什么呢 亚索如果主动1上来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 亚索如果主动1上来 那就用AEA重置普攻反打 但不要用一二段主动1上去跟他打 我们这里看一看 亚索1上去 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亚索过来之后 这里我没有做好 就是没有用AEA重置普攻 其实这里应该用AEA重置普攻的 因为我AEA的话 就可以很快的打出电信 但我直接1上去 其实说实话 细节做的不够到位 不够到位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他叫了封墙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异到亚索的角度 因为亚索一直躲在封墙后面 没办法异到 所以我们就先交W技能和Q技能 塞拉斯被 亚索的封墙 只能挡掉塞拉斯的E技能 对吧 你看这里我打不到他 我就一直干其他的事情 然后等到能打到他的时候 再去叫一个EQ 当然这个打野非常有细节 闪现躲风直接给他们秒掉了 但这波就算打野不来 那这波我们换血肯定也是百分之百赚的 至于能不能杀 那就看敌方打野会不会保这个亚索 我们追的时候 如果敌方亚索 敌方打野过来了 我们肯定就直接走了 而且这把对面还是打野还是个老鼠 老鼠这个英雄 是很喜欢抓中单的 你只要推线 他就会装 好吧 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 刚才这波换血 怎么换的 就如果亚索主动伊斯兰 我们怎么换 首先一开始应该是AEA重置普攻 然后亚索如果躲在封墙里面的时候 你就用W或者QA去打亚索 好吧 一定要记得亚索在封墙里面站着的时候 你们不要慌 不要说亚索站在封墙里面 我一二段打不到 我不知道该干嘛呢 什么都不知道该干 就站在那里给他挨打了 或者后退 就直接后退了 那是不对的 你要把你的一套伤害打完 你只要出了出手的E技能 就一段只要出手 你要把剩下的伤害技能都打出来 然后等亚索脱离了封墙保护之后 我们再去用一二段 刚好对面打野行也在上面 因为刚才有个独阵 就老鼠的W 然后再来快进去看下后面 也是一样 你看我上线的时候也是一样把线空在这里 实时的空在这里 然后打亚索也是一样 他不如果不一上来 我就不会主动一上去 你看发现很少有我主动一上去的情况 你看QG的魔血破盾 然后这里我们打野给我们发了信号 对不对 这是我们空线的好处 一定要记得 你们为什么有些时候打野不愿意帮你们 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们老鸭线 你把冰箱压在塔下确实很难抓 而且鸭鼠这英雄本身就 不知道有没有玩鸭鼠的人 玩鸭鼠 这个鸭鼠这个英雄本身就很造仇恨 因为很多人都很讨厌鸭鼠 所以说鸭鼠在中东西很容易被抓的 你只要像我这样把线控着 慢慢的用QG的魔血 找机会 就等鸭鼠主动一上来的时候 找机会跟鸭鼠换血就行了 剩下的打野自然会帮 因为冰箱一直在你的塔前 对不对 冰箱控在我的塔前 大部分的打野都会过来 但你不要说我打野就不来 那这就像相当于叫抬杠 那么一把不来两把不来 你对你对鸭鼠只要用这个空线打法 大多数情况下打野都会选择来的 别人无脑压线 大多数打野只要有一点智商的 他都会过来 你不要说特殊情况 有些偶尔有一两句 他打野就是不来 那有什么办法 那也没什么办法 碰到正对 那就按发育呗 因为冰箱本来就空着了 你室友就会发育了 而且即使打野不来 你看我几波换血也是赚的 只要我们把这换血细节做好 好吧 就是说鸭鼠如果离我们远 那么就用Q技能耗血 亚索如果一上来 我们就用AEA 这个AEA重置普攻 然后再用AWA重置普攻去反打 就这么简单 打亚索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技能交的不及 多用反打的方式去打亚索就行了 很多英雄想主动的去打亚索都不赚 但反打亚索都是比较赚的 因为反打的时候你是防守方 进攻方 一般暴露的破绽会比防守方 暴露的破绽多 这也是为什么以前LCK 喜欢用运营式打法的一个原因 那样的话就是LCK永远是防守方 但那个是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防守方会厉害一点 但是为什么最近的版本 LCK又就是说不怎么厉害了呢 是因为这版本的进攻 更容易打破敌方的防守 就以前是防守得住 现在是守不住了 但是一般来说防守方肯定是一般要占一点点优势的 就像你古代攻城池一样 你攻城池的时候别人有一堵墙 别人从上打往下打 你很难破掉地方城池 别人就是有优势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要 大家要了解的一点 就是说打亚索就是打防守 打反击 他上来 他不上来 我们就永远用QG能补兵 打人 耗人补兵 他上来 我们就用AEA AWA重置普攻反打 然后一二段就交给亚索封墙之后 或者说在亚索没有办法走位 我们能百分之百能一到他的时候 再一 那这里还是一样 你看我基本上从来不会出现什么 我主动没有优势 就直接一上去的情况 都是有优势才一上去 这里为什么赶上去 这里就是利用我们之前说的对线小技巧 因为我们现在七级了 有三级的Q 你看我们先用QG能清了一波兵 然后保证远程小兵是我们一一下 就可以一完之后A一下 就可以立马清掉了血量 然后等QG的CD QG的CD好 差不多快好了 直接一上去 把各兵打完 你看这的时候就没有小兵作为他的屏障 去挡掉我们一进了 在一的时候 你看亚索封墙就很容易反应过来 没办法 这个赛拉斯的一进二段就是容易被亚索封墙挡过来 然后6之后基本上就是互推了 就没什么打的 好吧 这是打亚索的一个思维 首先第一要控线 第二是要找机会去 就第一是控线发育 第二是不要主动上去打 尽量多打反打 然后具体的方法就是Q号盾 Q号血破盾 亚索一上来用AEA重置普攻 AWA重置普攻去反打 然后等亚索封墙交了 或者亚索没有 躲不掉我们一进的时候 再去交一二段 跟亚索换一波血 一二段一上去打完 打完你的技能就可以跑了 不要打完技能之后 还跟亚索对 6之后基本上就是互相推了 你也不好杀他 他也不好杀你 就是说 6之后如果你是烈士 那就等亚索把兵线推到你的塔下 你去补塔刀 如果你是优势 那你就先主动的推 推完之后 然后去游走 不要说 不论是优势也好 劣势也好 尽量不要在6之后 跟亚索去太多的什么 一直在线上赖线对线 那这样就比较难 因为亚索相比于你来说 他更好配合打野了 6之后 6之前你好配合 但6之后他是更好配合 因为他的EQR控制时间 是比你的一二段的控制时间长的 而且他那个容易中 EQR他容易中 然后下面的话再来说一下结 打牙 萨牙斯打亚索的话 稍微难打一点 但打结的话是非常难 不打结的话是非常简单 另外我们说了 萨牙斯在对线战士类英雄 比如说亚索 这就是战士类英雄 对线战士类英雄比较麻烦的就是 战士类英雄一般都比较肉 你一套秒不掉他 所以说你要只能找机会反打 但你打刺客的英雄 他比较脆 这个结 他比较脆 他吃到我们套 他吃不消 不像牙索可以吃得消 他打牙打结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可以主动的上去打 但也是有技巧的 我们下面来说一说 第一点是带电型加引燃 第二点是结有WEQ 但是我们没有一技能的时候 不要走进WEQ的范围内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一的时候 没有技能去堵掉 结的WEQ 你没有位移的时候 那结的WEQ是比较容易命中你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位移就不要进去 尽量是我们有一的时候 才能走进结的WEQ范围 然后怎么去做 我们后面会讲 第三点就是什么呢 第二段 第三个主题算是一二段 你一定要等结位移完 完了之后再去讲 结的位移不仅有W还有R 所以说我们一二段 一般都要等结的R 或W都交完了之后 你再去交交 不然的话你的E是很容易被他秀的 你只有遗到他 你的技能才能全部打满 你不遗到他是结会飞来飞去 那你的伤害很难打出来的 就你的一二段一不到 Q技能也可能被他赌 你只有一个打W技能 肯定也打不过他 对不对 你一个技能打别人三个技能 或甚至四个技能 你怎么打得过 就是我们一二段 一定要保证在敌方位移 在结这个英雄位移完之后 配合上Q技能一起使用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你的伤害打满 好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 那个注意事项 再来说一下这个失误 首先第一点是 结通常会在我们补兵的时候 使用WEQ去消耗我们 对不对 就是我们在交结的时候 说的这句话 就结一般丢WEQ都会在我们补兵的时候丢 那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如果结丢W 那么就对着结的方向一 躲掉他WE的同时 因为一般玩结的玩家 他的WEQ都是一起交的 那我们在他WE出手的时间 直接用一技能挡掉他的一伤害 然后用E技能的位移效果去躲掉他的一个Q技能 好吧 那而且你这个E的方向一定要是 记得对着结去移 不是往后移 往后移的话 那只能说你用E躲了躲了结的WEQ 但没有实际性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是结WEQ 我们就对着它移 然后再去用WAQA换血 因为结把他的WEQ交掉之后 就六级之前 他把他WEQ交掉之后 结就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那这时候我们上去跟他打 他是随便打的 然后一二段的话就留给结 就是说有了结有可能看到不行 直接W位移回来 W位移过去 因为他W影子是对着我们兵线那边丢的 但他发现换血不过我们 他有可能不会往塔下跑 而是W位移回来 所以说我们一二段是要等结W 二段位移过后 再去使用E躲了 或者说等它影子消失了 再去用E躲了 第二点是结的W的设定 是比我们E躲的设定长的 我记得结的W削弱了 之前是18秒 现在好像是20秒还是22秒 反正挺久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结没有W期间 频繁的找结换血 就第一波我们可以用E技能 躲掉结的WQ 第二波我们E技能一旦好了 就可以直接上去找结换血 卡结的一个W技能CD 直接早就会跟他打一架 这是六级之前 六级之后的话 那就是我们先把六级之前看完吧 一下说完 你们可能等一下就忘了 是吧 再看一下结 首先也是开局座位 这里的话是一个前期我崩盘的一个萨拉斯 E技团我送了 然后后面第一波资源我也送 这就是我们宁大二单沙节的那个素材 好吧 前面的话也是一下E级学义 然后这里我刚好上线的时候 是三个小兵 三个技能小兵同时产取 但我没A到 没点到 这几年公司网络老师就说不太稳定 所以说老师一上去有一点延迟 不出来 那后面就加弯步兵 那一级的话 结一般会用Q技能去消耗你 那所以说我们一级的时候 只要注意怎么样去躲结的Q技能就行了 不停的走位去躲掉结的Q技能 这个怎么走位 就是你个人感觉结会往哪里丢Q 你就不要往那个地方走 好吧 走位的前提一定是你能猜到敌方会往哪里丢进的 你才能通过走位躲他进的 走位没有规律 但走位的一个思路是有规律的 就是你要判断敌方会往哪里丢进的 好吧 这里也是一样 两级学Q技能 在结补兵的时候使用Q技能去消耗他 但打结的话是你只要空线之后 就按照我们第一种打法就行 就带电型的主要思路那种打法就空线来找机会E上去 也是一样QA 然后结如果放W 那么就放E 很简单 撒压师打结很简单 打压所稍微有点难度 但打结很简单 结放W我放W 结放W我放E 结什么技能都不加 他直接用Q进来消耗的时候我也用Q 就结用Q我用Q 结用W我用E 然后打我的W什么时候丢呢 那就对拼的时候丢 或者说跟他在他补兵的时候AWA换学用 换学用 你看 非常简单 你看他他本来是想的很美好 我们俩同样都是两级 他想的美很美好 就是我Q过去A他的手他直接用WQ 就W可以放出两段Q 配合上一刀平A 打出电型 等他的技末被我识破 我直接用E技能躲掉他的双Q 导致他没有伤害了 所以他这波换学就血亏 我一失血没掉 他掉了半血 你看我走位的前提 永远是在判断这个结怎么去丢Q 然后结想补兵的时候 刚才结想补这个近战小兵的时候 我们就用Q技能去消耗他 那这里打野给我们发现 发了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要去支援 但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去 这个要去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去 是因为我想补到三再去 因为两级的赛拉是过去太弱了 两级的赛拉是没有W技能 首先是没有斩杀效果 第二的话 活血能力也比较弱 而且对面打野是个青钢引赛 是个比较猛的打野 所以我第一时间没有急着去 想先到三级再去 但这打野一直在给我点心 我好像记得 我好像是没有到三级就直接去了 因为对面打野太过分了 把我们打野压在高地这里 当然这里如果我们上单也过来 那是打得过的 但上单没有过来 就是上单的资源 资源的意识比较弱 但我资源意识比较强 但其实说实话 这波我确实该过来 但是也没有想到操作出现的失误 就是对面的 对面青钢引 用闪现把我一二段躲掉了 半会我们还是打得过的 这也是我们说的赛拉是一个弱点 而且黄指来的也比较慢 绕着一下没有直接跟过来 那这里如果我依了他 再配合上黄指的EQ 肯定能直接把七钢引秒掉 秒掉之后就直接闪现 躲掉接着伤害就行了 但是很遗憾 一二段被他躲了 那这样的话我就死掉了 有些时候资源肯定是有风险的 不要老师也问我什么 老师我资源一波我崩了怎么办 游走一波我崩了怎么办 那有些时候你 你不可能每波资源每波游走都拿到优势 对不对 那每波资源每波游走都拿到优势 那么所有人都爱游走 所有人都爱资源了 因为我每波过去都能拿到东西 那我肯定要游走啊 每波游走都拿到那头 那谁不愿意游走 但有些时候就是有这种失误的呀 对不对 那你有 现实和理想肯定是有差距的 不能说我每波我失误了 我不要了 但你在这局一局游戏内 这个这波打崩了 你可以下面就不要再继续乱资源了 但是又进入到一局新的游戏之后 你还是该资源的时候再资源 因为这波通过这波资源 我知道大概我们两个人很难打对面两个中野 因为对面中野是有杰加青岗影 我们这边是萨拉斯打加黄子 虽然两个都两个组合都很猛 但是好像我们是没有那么好打对面的 因为对面太灵活了 那碰到这情况 我们就尽量少游走少资源 就主要打一个对线 一局游戏内你可以改变思路 但是如果是又开了一局新的游戏 那该玩意中单 该资源还是资源 就比如这把我已经0-2了 对不对 当我0-2的时候 我肯定想的是 我先怎么样保证好自己的发言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就是 无论是叫你们打野 还是叫你们中单 我都说了 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先把对位的那个人压住 就你玩打野 你就把对面的打野压住 你玩中单就优先想着 怎么样去压住对面中单 但第一步是先保证好自己的发言 第二步再是想着 怎么压别人中单 第三步才是怎么样去帮队友 你像我这里0-2了 我都是一个0-2的废物英雄 就是已经废物了 是个废物了 还不想着怎么样 把自己的发言补起来 还想着去帮队友呢 那肯定不会了 先把自己变得强大 对不对 那你看我这里就 队友打一下 比如说刚才下午打一下 我就没有低神就过去了 先把自己的兵补好 补下自己的发言 我都0-2了 一团送了一次 刚才自然又死了一次 这已经算是 大家眼中的天崩开局了 天崩第一代的开局 0-2开局 已经游戏 给大家游的 有人估计都不想玩了 但我觉得塞 因为塞拉斯打结是优势 所以说我觉得可以玩 好吧 那这里我们也是出现了一套 一波经典的换学 就是我们说的 结如果掉W 那么就对着结的方向移 躲掉它W的同时 用WAQA换学 这波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这波就是我们补兵的时候 结上线了 结上线之后 仗着它装备优势 只想直接WQ消耗我 你看它W的时候 我就直接对不对 在它WQ的时候 我就直接E上去 然后WA 但这里刚好被小兵卡了一个位 没有这个WA的距离 但是思路永远是这样的 距离情况可以变成 但思路永远都是这样的 就是结对你掉WQ 你就要对着结的方向E 而不要往后移 因为往后移 只仅仅相当于你E 躲掉了结的WQ 但并没有办法 但对结造成伤害 你往结的方向E 你才能对它造成伤害 然后没有 结没有W 我们没有E 那这个时候 我们都可以嚣张一点 但结有W 我们有E 那么也可以操作一下 但结有W 我们没有E 那就得后退一点 那这里结的能量不多 所以我也可以大胆的上去 想着怎么去用QA去消耗它 然后这里对吧 因为结虽然这时候有W了 但它没有能量 它能量一直很低 我们就不用怕它 然后再看第三波 也是一样经典的杀人 也是这个结 叫WQ 我直接对它而已 其实无论是妖姬也好 还是结也好 他这两个英雄都比较讨厌 他们丢W的时候 别人往他W回去的方向 这个位移 这样他到了位移 就是说W过去也好 W不过去也不好 反正怎么样 都陷入一个两难的经济 应该还是 还得兑现个半分钟左右 才是下一步击杀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它叫WQ 但是这里因为对面打也过来了 所以我们只能走回去 没办法直接移上去 然后继续开始兑现 这时候兵现比较靠前 这是我们说的 萨拉斯在兑现的过程中 只要兵现比较靠前 你就不能乱移上去 跟别人耗血 这就是我们说 打位移英雄 你就更多的是 用Q技能主动好血 有击杀机会 或者说有换血机会的时候 才移上去 没有换血机会 不要说我有意 我就老是移上去跟别人打 这是不对的 一技能是 萨拉斯一个发起进攻技能 一定要是有 非常好的一波进攻机会 你才放一 你看我这一段时间内 我一直没有丢一 即使截丢WQ 我都没怎么交一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兵现比较靠前 我一上去就有可能就要死掉了 好 这里为什么能交W 就交这个意境 意境的往他那里位移呢 首先 一开始为什么不交一 一开始为什么不交 我们先解析一下这波的思路 看看截的能量 截丢WQ的话 是要165点 还是160点以上的一个能量 才能交出WQ 所有的技能 那我们看一下截的能量 现在截现在能量 是刚刚半管多一点点 那是不够的 截的能量条是200点 一半就是100 他这里一半多一点点 顶多就是120到130 但我们刚才说的 他的丢能量 丢技能的一个能量条 是要160点能量以上 所以这里我们不怕的原因 就没有叫E的原因 是因为截的能量 根本就不够交一套WQ 好 所以他叫W的时候 我根本没必要赌 因为他不够了 能量Q 然后等到他 等到这个截 想要丢Q的时候 他有能量丢Q 因为我对截了解比较深 当截的能量条 有能量去放Q的时候 我才E上去了 看到没有 截叫Q的一瞬间 我容易了 因为我说实话 我对截 我玩的场数还比较多的 我知道截大概 多少点能量 可以去叫这个Q 那在他把W叫了 Q叫了能量见底的时候 我E上去了 你看这时候截就只能挨打 然后等截位移回来之后 再用QA 就是AQA 把截杀掉了 尼杆 记住这我是一个尼杆的塞拉斯 所以塞拉斯打截 还算是比较好打的 只要你敢打 但如果你不敢打 就很难打截 就比如说每次截 WQ你都是一后退 那这种 你就很难打截 因为我们说了 防守的那一方 你位的防守 肯定是不行的 一定要记得防守 配合上反击 不是单纯的无脑的挨打 是通过反守 去发现敌方的破绽 然后反击 反击是最重要的 不要只会挨打 这个不挨打的方法 就是截只要对WQ 我们就对着截一 这样的话截W回来 就会W到我们兵性当中 让我们更占优势 他不W回来 那会一直挨打 因为他没有技能了 因为他打WQ已经交完了 A肯定A不过我们 我们有三个技能 他只有平A 那肯定打不过我们 好吧 然后打截的话 一般推荐你们做户币 打截的话 我们一般还是推荐你们 先做户币加不甲鞋 把这两个装备 做出来之后 你再做一些法推特棒 或者说 这个鲁灯回生 这类的一个输出装 因为如果你不出户币 加不甲鞋的话 截这个英雄的爆发 还是有点高的 任何脆皮英雄 碰到截 你不出忽必的情况下 还是 就说即使你优势 也很容易被截找到一波机会 秒杀掉 因为截的爆发实在太高了 截的爆发跟其他英雄不一样 其他英雄的爆发 一般的人算出来 但截的爆发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 截的三发飞标 命中你满血 真的说不准 能不能扛得住 这波也是一样 我倒六 截也倒六了 这里为什么我在优势的情况下 还比截晚倒六 是因为截前面拿两个头 我死了两个才伤了 这里我倒六 截也倒六了 还是一样 截掉WQ 截掉WQ 我对着截E 我永远不会说往后面E 因为往后面E都只能挨打 直接E上去 然后截R我 我直接R截 落地叫EQW 然后走位 稍微躲了一发Q去呢 把截反下了 大家记住这是我这是我0-2的一个塞拉斯打截 都只单上两次直接把这个局面搬回来了 所以塞拉斯打截确实没有什么难度 只要掌握的技巧就是截丢WQ 你就对着截E 就完事了 一二段一定要交给这个截位移完之后 你不要说我E上去就直接交E二段 那你这样也命中不了截 因为截还有W二段的位移还没交呢 所以你一二段要捏一点 你可以先把QW和被动的平A打完 等别人位移之后再用一二段打过去 好吧 这是一个打截的一个素材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 这个第二节课 就是打截和这个亚索的一个讲解 就到这里了 但虽然我们只讲了两个英雄 但我们要学会举E反三 因为我们做课程 也不可能说把所有中单都给你们做了 更多的时候是让受人遗余 不如受人遗余 更多的是告诉你们 怎么样去兑现这些有位移的英雄 然后通过这些例子来举E反三 然后学会去兑现更多有位移的英雄 说实话 有位移的英雄虽然比较难 但是思路是比较简单的 很简单 Q魔学 他不交位移技能 我们就一直用Q性的魔学 用Q性能骗出他的位移之后 再用AEAAW反打 无论是打截也一致 你看打截也是截交位移 我们交易了 截不交位移 我们也不会交易 打亚索也是这样 亚索E上来交了位移 我们E 亚索不位移 我们也不会交易 就一直用Q性的魔学 因为赛拉斯 虽然赛拉斯的消耗能力不算很强 但是你对于这类这种战士类英雄 或者有位移的英雄来说 你的消耗能力是比他们要强的 这些就是有位移的英雄 一般对拼能力会比较强 但消耗能力是不算很强的 所以我们跟这类对拼强的 那么就跟他比消耗 跟消耗强的比对拼 不 对 跟消耗强的比对拼 跟对拼强的比消耗 永远不要更变得 就拿自己的劣势打敌方的优势 好 那么今天的一个第九节课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再见